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肯定今天最漂亮的那个一定是他 接下来是十九号 美安 说起来十九这个数目字 真是跟我很有缘分 是吗 在我十九岁大的时候 我爹底开了第一间酒楼 到我十九岁的时候 我就考到了奖学金 去了外国读书 而且那么巧 还穿了件十九号的球衣 帮球队迎了武林冠 看来十九 对你来说真的很有缘分 连你也这么说吧 所以我觉得 你今天晚上这个十九号 将会影响我的一生 你的预感这么灵 你比神仙还厉害 我想这一刻 连神仙都会羡慕我 你觉不觉得我们很有缘分啊 不觉得 我觉得我们现在 好像只身在天堂一样 我再跟你跳下去 我就要上天堂了 那我们一起上天堂吧 爸 你信不信 我把这里的人全都变走了 只剩我跟你 你又不是神仙 我不信 不信 那我便给你看了 现在不是只剩你跟我了 看来 我们不用再戴面具做人了 左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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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冷啊 先穿我的衣服吧 小心冻着 其实我很少来这种地方 不过朋友们非要拉我来 看来 今晚真要谢谢十九这个妹子 到了 谢谢 真的不用坐你到家楼下 不用了 花店外面不能停车的 那我以后来花店买花 有没有折扣啊 当然有了 就这么说定了 那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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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衣服啊 你记不记得以前在上边 你也整天都善离职守 跑来找我 把酒谈天 来 喝一杯 是吗 我都不记得了 总之我阿姨呢 欠你实在太多了 好 我知道 我知道啊 不要说了 怪肉麻的 受不了啊 总之呢 你下次来啊 就买点宵夜来 定期还点钱就行了 钱那方面就 钱那方面就 雪兄啊 当时利息 也好 吃烧鹅腿吃得这么过瘾 帅你个四脚朝天 我看你还怎么吃 你究竟想要怎么样 不让他吃得那么过瘾 你少管闲事 水兄的事 我一定要管 我回来了 你们 紫薇 你回来了 烧鹅腿真好吃啊 炸子啊 我请你吃啊 干杯 干杯 雪兄 不要妨人家了 不如我们上天台再喝喝吧 来来来 我会走啊 怕了你了 妈 你有捉弄我公公 是啊 谁叫他那么舒服 在哪吃烧鹅 算了吧 公公被贬下凡间 失去记忆跟法力 已经很惨了 不如你放过他吧 你老是帮着那些个男人哪 这衣服谁的 是老公的 我先回房间了 不要碰我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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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这个噩梦 真是挺可怕啊 幸亏是做梦 你没事吧 刚才我走之前 我有找过你 不过原来 你已经回来睡觉了 我能回来算走运了 刚才差点被那个肥婆吓死 快 还是别说我了 你那个十九号怎么样 挺好 他那个人又细心 说话又风趣 冷的时候 还拿件外套给我呢 是吗 是搏来货 那就是非富则贵 又有风度又风趣 这次你走运了 我才刚刚认识他 怎么能这么快决定的 打铁趁热嘛 马上把衣服还给他 约他看场戏 吃顿饭 再漫步沙滩拉拉小手 然后就搞定咯 你想赚钱 也不用像卖女儿那么卖 何况我没有他电话 怎么找啊 不是吧 搞了一晚上白干 还要被肥婆吓个半死 不行 还是找这柚子叶洗一洗 大力夜洋行 正首页 小姐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呢 我想找郑守夜先生 这位美女 不知你想找哪位呢 郑守夜 紫月小姐 怎么是你啊 乐乐 你怎么会上来啊 我在你衣服口袋里找到的 怪不得你会来了 我这次特地来 是想还给你的 谢谢 我自己都少就不记得了 你这间洋行很别致 来 参观一下 杰姆斯 你们三个不是约了人吃饭吗 对呀 走了 到时候了 是是是 我们什么时候约了人吃饭呢 你这胡同虫子 你今天明明早上约的吧 走走走走 我约的 孩子都定好了 定好台子了 走吧 我排的定好了 走吧 你很喜欢打字吗 我觉得打字 冰冰冰冰的声音很好听啊 我简直觉得 好像弹琴一样 要不这样 你打来看看 我 我不行的 你谦虚 看看你一分钟之内 可以打几个字 郑先生 我真的不行啊 三 二 一 开始 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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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了吗 好 到了 看看 哇 一分钟打五个字 固然是满工出戏活啊 这种秘书去哪找啊 紫密小姐 要不这样啊 你来我洋行 帮我忙做秘书啊 做秘书 我不会的 不会就学了 可是我还有花店要打理 这个很简单 做我秘书呢 没什么事做的 你可以迟到 早退 甚至请假都行啊 至于花店 让别人打理好了 可是 哎呀 我真是的 因为自己开家洋行 就很了不起了 因为每个人 都想来见识一下 谁知道原来自己一厢情愿 不好意思啊 紫菲小姐 你是不是嫌我们洋行 规模太小了 啊 郑先生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不是这个意思就行了 就这么说 事工一个月 薪水花红照发 不可以退啊 既然郑先生你这么有诚意 好吧 我尽管试试 那我代表大力业 欢迎你 好好坐啊 我决定去洋行做秘书 喂 阿盈啊 秘书是干嘛的 秘书要会打字了 又要会处理文件了 最要紧呢 是要会英文呢 紫菲 原来你汇这么多东西啊 我不会的 所以说呢 好像我这样 那又不会英文 又不会打字都有人请 证明希望在人间 阿盈 你一定可以升班的 嗯 对了 我哥哥也会打几个字的 不如叫你们的老板 也请我哥哥啊 阿盈 现在做秘书 不是一定会打字的 最要紧是女人 还要是个漂亮的女人 啊 照你这么说 做秘书会不会吃亏的啊 妈 你别听他乱说 这份工作很正经的 喂 想想还是有点不对劲 紫薇 你还是不要去做了 喂 为什么不要去做 难道像你们父子俩那样 一辈子在茶楼里拿茶壶 怎么很实力啊 紫薇 不用听我干爸说 你还是去做吧 哎呀你个臭小子 老爸在帮你说话 你反而站在他们那边 你都会说了 女秘书样子要漂亮 身材又要好 那些公司 那些老板 个个都有企图的 你叫紫薇去做 百名让人占便宜 哎呀 明白了明白了 干嘛说的那么恐怖 来吓唬人哪 啊 我知道了 你怕我的女儿 认识那些高少人 就甩了你的儿子是吧 哼 紫薇 你不用听她说 你只管去做 花店呢 由我跟阿丽看着就行了 不行 我说行 不行 行啊 我说不行 我说行就行 轮不到你说不行 我说不行就不行 啊 我说行就行 我说不行就不行 轮不到你说不行 我说不行就不行 哇 他们好烦呢 他们吵成这样 难道我不知道到底做还是不做 当然做了 难得你这么本事 一出手就可以靠近目标 什么 你别告诉我 你今天上去只是还衣服给她 是啊 随你怎么说 女人都要面子 你不认就算了 你喜欢怎么想就怎么想 总而言之 她只是我的老板 她叫我施工 如果我做得不好 她说了解雇 哇 那你就要用心好好地做了 至于干爸跟你妈 如果再炒的话 我帮你搞定他们 组织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 全力以赴 我一定支持你 紫薇 我饭之前搞定她 紫薇啊 将用好邮票 顺便拿去邮局寄了她 知道 来 早啊 紫薇 早 郑先生 你干嘛打这么快 当心把指甲弄断了 你们两个 干嘛给那么多事情紫薇做 人家刚刚才来上班 还不了解公司的运作 快点过来拿回去 不好意思啊 真是的 你这两个家伙 机灵点拜托啊 快回去干你们的活 郑先生 事情都给他们做了 那我做什么 很简单 把文具分配好了就行 比如像铅笔还有原则笔呢 放进不同的笔筒里就行 就是这么简单 你别小看它啊 文具放得好 工作效率自然快 生意就自然会增加 那你慢慢做啊 不用急的 无尽无险啊 又到五点 紫薇 郑先生 我已经把文具分好了 还做了记录 看看对不对 很清楚 很整齐啊 效率这么高 我果然没请错人啊 对了紫薇 我在等一个大客户的长途电话 跟着呢 还要草你一份合同 不知道你介不介意 加班帮帮我呢 好啊 那谢谢了啊 James 好啊 到房间来一下 是 收工 再见了啊 紫薇 再见 什么事啊叶少爷 这是洋行大门的钥匙 会做了 全看见了 你放心 我会把门锁好 跟着把总开关关掉 那你们两个不是可以 春宵一课值千斤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紫薇 不用怕 哎呀 又是停电 这栋大厦的电压很不稳定的 哎 对了紫薇 不好意思啊 看你等了一个晚上 我和那个客户不会打电话来了 哎 要不这样 我请你吃饭 顺便送你回家 好啊 那走吧 嗯 紫薇 这里黑啊 我扶你 不用 你看 还有月光呢 我能看见 走吧 哦 哎 紫薇 紫薇 等等 我先帮你开门 啊 哎呀 一定是杰姆斯走的时候 把门反锁了 那怎么办呢 今晚不是要困在这儿了 那也没办法了 我又没钥匙 啊 好黑啊 不用怕 不用怕不用怕 月亮一定被云挡住了 不用怕紫薇 又我整个晚上在这儿陪着你嘛 如果你怕呢 就紧紧地搂着我 幸好有你在 张先生 张先生 什么事情那么好笑 没有 我刚刚想起 一会儿请你吃饭 那家餐厅的东西很好吃 就开心地笑了 原来你那么嘴馋 一点点 我先帮你开门啊 哦 哎呀 一定是杰姆斯走的时候糊涂 把门反锁了 我试试 门开了 怎么会这样 大门明明锁上了 我们走吧 到了 谢谢 紫薇啊 你明天不用回洋行了 为什么 哦 我约了个客人明天在澳门谈生意 想叫你陪我一起去 我们在码头见吧 这样 我今天已经跑了一转生意 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不过你不想陪我去就算了啊 那好吧 那明天码头见 再见 再见 小的你走得快 走晚一步趴进车差了 什么事啊 你认识你姓郑的 你认识我老板呢 啊 他是你老板 你明天快回去辞职 那怎么行 为什么你好像很讨厌他 总之他是个坏人 我跟他相处倒不觉得 那是因为你笨 那他怎么个坏法 反正就是下流咯 怎么个下流法 你现在明白了 能辞职了吗 其实我跟郑先生真的没什么 他是老板我是下属 我们的关系就这么简单 一句话 这种人无视献殷勤 非奸及到好 他横刀夺爱 你才会对他有偏见 其实感情不是单方面的 如果麦琳不喜欢他 就算他做什么也没用 感情是不可以勉强的嘛 那你现在辞不辞职啊 我答应了他 明天陪他去澳门谈生意 你真是笨蛋 总之你死在澳门 我都不会过去帮你收拾 昨夜 今天走了一天 玩得开心吗 开心 不过我们来澳门一天了 还没看见陈老板 跟他谈生意 四位 你有所不知啊 陈老板那个人呢 很特别的 如果你跟他谈不来呢 想跟他做生意啊 比登天还难 所以我特地用了一天的时间 跟你走遍整个澳门 多了解一点 那明天谈起生意来 也多些话题啊 郑先生 你真是想得周到 四位 现在时候也不早了 不如你早点回房休息 明天我们还要见陈老板 好啊 办得怎么样 这可是好东西 闻一闻 人人销魂 滴一滴 天下无敌 你昨晚也说外无一失 结果摆到嘴边都吃不到 那只不过是意外 今天一定行啊 哇 这两个一关禽兽 哪位啊 紫薇 是我 郑先生 紫薇 走了一天 还没机会静静地跟你聊聊天 不知道方不方便进来 没问题 我倒杯水给你 不用了 我自己来行吗 好啊 好啊 紫薇 喝杯水 谢谢 怎么样 第一次来澳门工干 习不习惯 我平时很少出门 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这首音乐我很喜欢 做完一天是 可以听听歌轻松一下 我也觉得很好听 对了 紫薇 我不是有份东西放在你这儿吗 是啊 我过去拿给你 我记得了 我放在车子上了 不要紧 谢谢 对了 紫薇 你还不乖把水喝了 医生说每天多喝点水健康一点 真的 嗯 收工 老板 你怎么样 还叫他老板 叫他银贼 你太过分了 喂 这银贼在你杯子里下药 想玷污你 你还不快报警 应该报警抓你啊 你进屋伤人 老板是真人君子 他不会那么做 你别用他 不会吧 我千辛万苦来到澳门 就是为了这一脚 你不帮我还帮着他 你还这么说 好啊 我真的报警的 哦 我明白了 你跟玛丽根本是同一种人 假装无知 其实看住这富家子弟的钱 然后装纯情 让他卡油再献身给他 目的是希望他找金屋来藏你 你打我 谁叫你 我离去闹啊 你死去死吧 我懒得管你 幸亏手快 差点被你吞掉啊 儿子 你最喜欢吃的芝麻饼啊 不用了 气都被人气饱了 你怎么了 公公 这块猪肉干 你别管它 哇 还真是蛮好吃的 对了 紫薇 你上班没多久 就能出差了啊 哇 老板一定很重用你了 嘿 当然了 我紫薇长得好像我这么漂亮 稍微有眼光的 都会看重他的啊 看重是假的 看上是真的 喂 你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就是我的意思了 不明白自己回房想了 你简直不可理喻 自己笨还不承认 我说你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我小人 喂 我为你好啊 还说我是小人 你不是小人 就是老千 现在是不是翻旧账啊 怕了 你的旧账啊 一本电话本那么厚 我才没空跟你翻呢 当然了 你现在要陪老板 不知道多忙 懒得理你 我去洗衣服 到底怎么回事啊 两个好像吃了一顿炸药似的 要不要进去劝劝他们 不用 嘲笑好啊 可以增进感情嘛 是不是 真好吃 在这等我上来教训我 你审审吧 因为我不相信你说的事 我懒得管你 你晾你的衣服 别弄失我的衣服 好啊 全都让你晾 喂 你跟子薇到底搞什么 贴错门神呢 我才没空管他呢 简直是个蠢货 把好人当贼 迟早被人吃惊肚子都不知道呢 喂喂喂 谁是好人 谁是贼啊 你有眼睛看了 当然我是好人 他老板是贼了 他洋行老板 就是现在跟曼丽在一起的 郑家二少爷 岂有此理 一方面喜欢曼丽 另一方面又想炮子薇 哇 这么不要脸呢 喂 那子薇有没有吃亏 差一点了 幸好我及时赶到 一看到那银贼 我就一脚踹过去搞定了他 其实那子薇 一以为我故意捣乱 一把他打过来 你说多气人 去 你管子薇干什么 你索性报警抓人 我不想 没这没趣怎么报啊 不行 看来老娃要重出江湖 对付这个淫贼了 可以怎么样 喂 叶少爷 从澳门回来了 舒服了 舒你点头发 你怎么办事 怎么办事 怎么办事 别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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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我做好一点 我看见你就生气 气得我头发都竖起来了 有本事啊 女孩子自动从上门了 弄得着用这么多下流招吗 自己不行 怪人家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下次别找我出马 我 谁啊 谁啊 摇条兄女 君子好强 强之不得 下药也行 实在好色 不打不行 岂我此理啊 你 哇 你来车啊 看什么 快走 你 请你此理 金姆斯 别走 岂有此理 谁敢用麻毛袋套路啊 才把我的衣服也偷走了 让我知道是谁 我这一圈把他鼻子也打歪了 还算得有点良心 叶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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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别打 别打 我啊 叶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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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 打死你 打死你 别打 别打 帮我 打 叶少爷 叶少爷 你是叶少爷 我真的要问清楚 这次为什么要打我呢 为什么 你这混蛋也太没良心了 你自己看啊 强之不得 下药也行 实在好色 不打不行 你还说 你 这混蛋 我最美的就是鼻子 你打我鼻子 叶少爷 不管我的事 是你自己扔的嘛 好 我也有纸巾 我帮你擦啊 你干什么 别过来啊 你干什么 你还不走 报警呢 臭小子 我要抽牛鱼 别让我再见到你 老兄 你没事吧 没事 只受了一点伤 来 少不扬行 我不客气了 这次幸亏有你 要不然我一定被 杰森那混蛋暗算了 干嘛那么客气啊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是我的嗜好 对了 其实今天来这里呢 是想去建工的 现在几点了 现在午饭时间都一点多了 这下完了 已经迟到了 工作一定见不成了 怎么 你想找事做吗 是啊 你知道我们这种人 手停口停 哪有老板你这么有福气啊 那你会做什么 什么都会做 还是很会做的那种 男人钱财与人消灾 被人搓圆按扁都无所谓的 最要紧老板开心又满意 现在要这种服务态度才行啊 看来也挺机灵啊 就留在我这帮忙吧 那我不客气了 说了半天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彼得 彼得 你们回来正好 我介绍一位新同事给你们认识 彼得 大家幸会 我叫彼得 我叫露露 你好 叫我阿根呢 根哥 谢谢老板 好好做 你搞什么 明明在茶楼做得好好的 干吗突然间 会跑到洋行来做事啊 你给我站住 你究竟有什么居心 你还不是在花店做得好好的 那是你叫我去洋行 多学点东西 多认识人嘛 你去见识就行 我去见识就不行 我也不想在茶楼拿着茶壶过一辈子 我现在想发愤向上行不行啊 我不信 你一定有古怪 做人别那么自私啊 你去洋行认识男孩子就行 我认识白领就不行 再说了 我们现在什么关系啊 你管我 我也没说要管你啊 好啊 总之现在你有你走 我有我做 大家各走各路了 好 好啊 我就等着看 看你搞什么 搞什么 怎么搞的 伯母一直绑着脸 好像吃了火药一样 难道我做错事了 真是闷死人了 紫薇怎么可以在这儿挨十年呢 我才做了几天 就闷得快疯了 什么都让她做完了 找点事给我做做好不好 哎呀 快点出去送花 别别疯到 喂喂喂 你去哪儿啊 我不是偷懒 我只是要去程家送花 啊 送花呀 啊 实在太好了 让我替你送啊 啊 谢谢谢谢 哎呀不打了 约了我老公我已经迟到了 哎呀下次再打了不好意思啊 哎呀哎呀 怎么这样啊 最讨厌人家打一半就不打了 以后休想我再跟他打 好 现在怎么办呢三缺一啊 气死了 哎哎哎 不好意思啊哎 我想问问 你是哪位啊 哎 我是鲜花店的老板娘 哎 我是来送花的 是不是公然没给你钱呢 哎 已经给了 已经给了 不过呢 我想问问 哎 这些叫麻将啊 是啊 哎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块 啊 不是吧 你没见过麻将啊 没有 我们上面没有这个东西的 上边 哎 哎 哎 我是说我们乡下 哦 哎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啊 我这 三四五一砍 就叫做上 上 三个一样的呢 叫碰 碰 这样呢 就能糊了 有碰 有上 有眼 哦 这个是眼 冬瓜 糊了 哎呀 糊了 红粥 碰 发财 碰发财 胡酒锁 糊了 哎 又糊了 哈哈哈 一碗 哎 别动别动别动 糊了 炸糊 哎呀 炸糊啊 哈哈哈哈 哇 我今天呢 一家赢三家 我呢 输了一点点 老板娘 你可伤了 哎 不要急 原来打麻将这么好玩啊 十几块东西搓来搓去 我一打你们一定吃得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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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想不到老板娘你排饼这么好 以后我打牌呢一定找你哎 哎哎 记得找我我一定到哈哈哈哈 一定找你 找你 谢谢谢谢 哈哈哈哈哈哈 哇 哇 那个花店老板走得那么快啊 还想跟他一起叫计程车呢 哇 怎么这么大挡风啊 哎呦 哎呦 李太太 哎 李太太 哎 郑太太 你在这儿等计程车啊 不是啊 幸好啊 我我有司机进送 要不然啊真麻烦啊 啊啊啊 不好意思啊 我赶时间 没空送你 拜拜 开车 哎 哎 哎 老爷太太回来了 倒杯茶给我 哦 哎 打完牌了 还梳了个新发型 满时毛的 毛你的头啊 现在连你都气我是不是啊 梳了麻将找人出气 懒得跟你说 回茶楼 你别找借口溜啊 哎 你的张法那么高 能输到哪去 我现在梳面子 事更大啊 我刚才打完麻将 站在街上等计程车 等了一个钟头 你看多大的风吹得我 头发都乱了像个疯婆子啊 那个黎太太还笑我 说我没有司机呢 我多没有面子啊 我下不了台啊 哎 太太何必茶 消消气啊 行了行了出去吧出去 嗯 谁说你没车啊 左治的开车不是车吗 他哪有空送我呀 他又要回洋行又要拍拖 我不管啊 我的麻将搭子啊 个个都有车有司机 多了不起啊 只有我没有面子啊 我不敢 买辆车无所谓 起码能用个二三十年 是啊是啊 可是要请个司机啊 又要给他吃 又要给他住 不划算吗 那这样好了 那这笔账呢可以不这么算的 那你想想 我去打麻将呢 就去了大半天了 你去茶楼之后呢 就不用车了 那你可以叫司机呢 就在茶楼帮帮忙了 要么呢就回来花园里呢 做花王 这样一个人做几份工 不就划算了 是不是啊 请个结实点的 斑斑抬抬抬 做保镖也行啊 那那那那那 是不是呢 都说了想起省钱 谁比得上我老爷 这么精明呢 就这么说定了啊 请司机了啊 请了啊 点头了 行了 就这么说定了 不用说那么多 我有司机用了 我都说我没跟错你了 对了 亲家 你会打牌怎么不早说呀 以后我不用出去了 在家里啊 都有得赌啊 我也是刚刚才学会的 搓来搓去真有意思啊 其实呢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我的功课还没做完呢 能不能明天再玩啊 不行 难得你们又不吵架 又这么齐心 玩一会儿吧 乖啦 不要紧的 慢慢来 学兄啊 你 你说是不是 歪歪歪歪 第一把还没打呢 你就打肩膀 你想竖死我啊 嗯 打牌啊 九万 七条 阿姨 不是念书做功课啊 你别老低着头 做自己的牌才行啊 哎呀 教我儿子回房再教 到你打牌啦 去 你敢的输啊 打个手张东 保证不会出冲 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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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对了 三个东 三个西 三个北 这样行不行啊 厉害啊 小四喜都被你活出来了 谢谢干办吧 啊 你这个小子啊 还说不会打 学兄啊 心平气和 哎 又来了 我插着你 八走 哎呀 活啦 一走 一条 五 八桶 胡 八万 八万 胡了 哎呀 好邪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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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 这把不算你钱了 我不玩了 我要下去念书了 哎 你臭小子别走啊 哇 你赢了钱就走啊 你这家伙 哎 少个搭子也不用打了 我先回房睡了 不是吧 打了六圈 我一把都没胡过 你们一个个全都走了 这算什么呀 不要 我帮你 托水兄的结 是不是跟这间屋子有关呢 嗯 哎哎哎哎哎 Stat 你别乱来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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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球水球 你走你走 你再不走啊 你一定要把你揣出去 你走啊你 你走啊你 走 水球你走啊 哇 这变态的 应该是这节屋子 可是冒冒然走进去 人家一定当我是贼啊 那怎么办呢 请司机的薪水已经这么少了 还要什么都做 简直离谱啊 是啊 太离谱了 天助我也 那你电弓啊 泥水搭棚那些 你会不会啊 不会啊 那功夫呢 南拳呢 北腿啊 空手道啊 永春呢 随便一样都行 也不会啊 那行了 走走走 干吗 建功啊 是啊 老板 试试都不行啊 对不起老板 身强力壮 顶得住啊 哎呀那个阿姨啊 拖完地我把地拖棍拿走 靠你的工钱 你还会什么 不好意思老板 请让一让 好困法 实不相瞒 刚才这一套 就是在下最拿手的 二郎分水八卦棍 那你还会什么 在下的强项 就是不畏辛苦 从早做到晚 都毫无怨言 真的这么好 那前女儿 快入工钱干不干 没问题 只要我有机会 为老爷您效劳 绝对不成问题 好 看你这么有成 有就请你 谢谢 喂 干吗这么急着回公司 赶着回礼啊 你想说什么 什么 糟了 不可以让她知道 我跟你的关系 早啊 子薇 什么事这么好笑 早啊 郑先生 没有 我刚才看见一只老鼠 掉进油气罐里了 那真是很好笑 对了 郑先生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没什么 我来帮朋友看看 在这里开店有没有得做 对了 怎么你也会在这儿 发现离这儿也蛮远的 这里的 稀饭牛条很出名的 我一有空 就会来这里吃了 那真是巧啊 我也很喜欢吃稀饭牛条的 难得有个伴 要不这样 我们每天都来吃稀饭牛条 再回洋行 好啊 卖稀饭的就在前面 我们走吧 好 来 活该 喂 说什么也是同意屋檐下 给点儿同情心行不行啊 是你自找的 慢慢擦吧 好心没好抱 好 你早啊 丁先生 走 我特地把了咖啡给你喝 这么客气啊 你的脸怎么搞成这样 我挡着你都看得见 当然看到了 这么大块 让我帮你擦 不用了 怎么那么脏呢 你小心点儿嘛 你的 到我房间来一下 试试老板 有什么方法老板 关门 好啊 为什么要关上门说那么神秘呢 先坐下 是 想不到啊 才上几天呗 你就搞定露露了 露露 这种货子你都合适 厉害啊 不过就放心 我思想很开放的 去过外国读过阳书 绝对不会介意下属 搞男女关系 只要大家高兴了 做起事来的痛快点儿嘛 你也说的有道理啊 我看你追女孩子也有一套 想问问你的意见 紫薇这种女孩子 应该怎么追 终于开口问问了 以我综航情场 那么多年的经验呢 紫薇这种叫外冷内热型 是需要慢火慢慢煮 不能心急的 说得对 我也是这么行 所以计划呢 一定要周详有部署 老板你都想好了 不如你说给我听听 让我学一学啊 我打算下班 叫她陪我去见客 谁知道那个客人临时没来 到时候她出来了 自然认我摆布 这样也行 听文台说 今天晚上大宝山 会跌到只有三度 随时会出现结霜奇景 只要我借着这个浪漫的原因 叫她陪我去游戏河 上山顶看结霜 你知道了 女孩子个个都很怕冷的嘛 到时候我就很有风度的 拖件大衣给她 然后 孤男寡女 天寒地冻 饮食激动 一手拉她过来 啊 顺势捞着她 然后就牵下去 牵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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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你牵了很多下了 怎么 信不信 简直是完美的布局高手 连你都说高 一定能成功 仙女出场 尊贵高尚 最娇美无恙 港贵书转留在这世上 不要这样 可以怎样 我书犯能量 仙女凡人 绝对不一样 一个温柔 一个痴情 最登对无恙 我爱她 从未会变样 请你答应 请你肯定 我痴心最真 冲心求你 爱母大人 你要知道你的身份 你太狠 未免太过犯 一出招 在街边 要你变变 你会变 先叹新鲜 真相就会出现 一如人 没有教训 我要就去做人 快急急走人 安安分